本文转载资未尽研究 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 2023年的投资收益高达2.22万一克朗2130亿美元 显然这家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 重仓了AI加持的科技股 这个北欧小国只有区区540万人 平均下来基金去年为每位国民 从股市上赚了近4万美元 这家基金的网站 实时向国民报告它的管理基金市值的变化 2024年1月30日 比去年底又增加了近5000亿克朗 赚大钱的总是话不多 这家投资机构在短短的新闻稿中称 基金股权投资回报率为21.3% 固定收益投资的回报率为6.1% 而未上市房地产投资的回报率为-12.4% 未上市可塞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回报率 为3.7% 赚了这么多钱 该基金的回报率仍比基准指数低了18的基点 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尼古拉 坦根说尽管通货膨胀居高和地缘政治动荡 与2022年的疲软相比 2023年的股票市场非常强劲 特别是科技股表现非常好 克朗去年对几种主要货币贬值 货币变动导致基金价值增加了4091克朗 基金的资金流入额为7111克朗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该基金的价值为15 7650亿克朗 基金的70.9%投资于股票 27.1%投资于固定收益 1.9%投资于未上市房地产 0.1%投资于未上市可塞生能源基础设施 2022年该基金也曾创下巨亏1.64万亿克朗的记录 不过一年就全赚回来了 还绰绰有余 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成立于1990年代 用来管理该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盈余收入 已在全球70个国家投资了超过8500家公司 在被问及2024年可能影响股票的地缘政治问题时 坦根回答说 问题是如今到处都有地缘政治热点 那么我们需要关注哪些呢 嗯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是不利的 人们更多的将生产搬回国内 这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 你们看看中东的地缘冲突 贸易航线要绕道 运费也更高 当然 最可怕的地缘政治风险是那些你不知道的 那些尚未发生的 今年第一个月 基金又开门红 市值比去年底又增加近5000亿克朗 看看人家的基金